以此令人难以置信的宾思体验 改变了我这个死硬的无神论者 我叫雪梅 自有副教圣言 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根深蒂固 在大学里就积极入党 是一个彻底的唯物论者 对唯心主义的东西一直排斥 对任何宗教和信仰从不站边 我有咳嗽的病根 每年秋冬发作 被去诊所掉青霉素垫滴 那天晚上八点到诊所 躺在病床上 原膜半分钟左右 我就有不好反应 是药物吗 因为批号不同 但已经晚了 伴随一阵类似火车碰撞铁轨的刺耳声 我忽然坠入一个黑暗的隧道 并向前猛冲 巨大的恐惧向我袭来 我是怎么了 想停停不住 想回回不去 想喊喊不出 试图挣扎却做不到 我感觉自己是某种物质危地 在一个永无止境的回圈轨道里猛冲着 尽管我的身体躺在刚才的世界 而我却进入了一个与之隔离的空间 我惊慌 绝望 无可奈何地在似乎永无止境的隧道里漂浮着 这便是死亡吗 如果是 那么我为什么这么清醒 只是与刚才的世界隔绝 却没有消失 没有痛苦 轻飘飘的 甚至很舒服 此时在另外空间里的生命围绕着我 它们充满了善 以心灵感应的方式安慰我 它无声无形 宽宏明亮 温暖慈祥 犹如春天的阳光包围我 引领我 我明白那是某种高于我的灵魂 它能解答我的一切疑问 安抚我惊慌的心 为我打开生死的大门 看到生命的另一面 俗称的死亡 其实是生命的另一个阶段 正如我此刻的体验 我的灵魂清楚真实地存在着 思考着 我已不在置身黑暗冗长的隧道 而是在一片明亮温暖洁白的世界里 我还同时可以感受到几个不同的空间 我感觉彻底地解脱了 一切苦恼离我而去 感到永恒的宁静与幸福 当我体察到这个世界时 我看到了肉体周围所发生的事 我的传呼气在响 医生在和别人讲话 甚至穿透墙壁 看到掉在一个衣橱里的两个衣架 在医生靠近时 我知道必须引起他的注意 这样他才能救我 我决定要回到尘世 人生中还有需要完成的事情 孩子太小 无法独立 也不愿父母为我伤心 这些念头一闪过 便觉着灵魂向下急坠 一阵天旋地转后 终于与躯体合而为一 我睁开眼 坐了起来 狂吐不值 烟菜一般黑色的液体 医生诧异 小小的胃 怎么可装下这么多东西 我却感到身体被净化了 我一点责怪医生的意思也没有 因为他的错误 我才经历了这一切 洞察了此案与彼岸的世界 消除了对于死亡的 最大的疑惑和恐惧 令我对生命的意义 和世界的认识 彻底改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